她一路陪我走来 给了我真正的爱情 现在却要跟我分手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她在我面前经常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但在别的男人面前就贬向得特别矜持 还特别有女人味 如果跟她在一起都要小心翼翼的话 那也太累了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在意我 根本没有一个女朋友应该有的样子 她就是太敏感了 我觉得我对她也是挺在意的 现在我觉得她跟我在一起是另有所图 这样的感情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涛23岁来自河北设计师 女嘉宾小影23岁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设计师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要分手是吧 对 你不想分是吧 对 我不想分 来说说为什么要分手呢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快要一年了 我越来越觉得她不把我放在心上 就是我作为她的男朋友 我觉得我该做的就全都做了 尽心尽力的就全心全意为她好 但是她作为我的女朋友 我感觉她完全没有一个女朋友的样子 就是对我越来越肆无忌惮 就是完全不顾虑我的感受 我觉得她就把我当成她的男闺蜜 或者是哥们一样 就完全 我感觉我都不是她的男朋友 说说你举举例子 从一开始 我们俩就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前半年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多的接触 都是在微信上聊天 有时候也就是周末约葛会出去吃饭 或看看电影什么的 然后她那会都表现得特别小女人 然后她说她是初恋 以前没搞过对象 然后她那种就是声音也特别甜 然后我也找到了就是初恋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她当时的那个样子 但是到后来 半年之后她办了一个服装店 从那开始她就各种理由 然后就是忙呀 这忙那忙 我跟她约会 我有时候约不上 她都推辞我 然后她跟我在一起 也经常就是特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也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就特别受不了她这样 就说我们最近就是这次吵架吵得特别严重 就因为她又跟我那个借钱 就她这个服装店就是又跟我借钱 好 当时这个月就是工资也不多 然后我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现在年轻人你也都知道 都是跟月光族差不多 约莫磊没有钱了 然后工资也没发 她跟我要钱 我就跟她解释 我说这个月真的是特别紧 之前的积蓄也都给你了 你也知道 现在没有了 但她怎么觉得 她觉得我有钱不给她一样 她就说我变了 我不爱她了 我觉得这点事就这一次 你不知道 她原来都不是这样的 就打过过完年以后吧 因为之前找工作也就感觉不太合适 我就想着自己开一家服装店 然后那会儿当时租金缺钱嘛 然后我就跟她张口 张了一下口 要了大概有一两万嘛 她那会儿二话不说 立马都给我拿出来 那有啊 对啊 那最近一次就赶上换金嘛 换金那会儿特别着急要钱嘛 就那一两千 我就跟她说了 然后她就以那种理由推特我 我就觉得她应该就是不想给我出这笔钱 根本不是她没有钱 你说我之前给了你几次钱了 你之前跟我要的时候我有推辞过吗 你第一次就是她刚开店那会儿 确实是要了挺多 然后我当时也有点积蓄 大学兼职还有最近工作 然后攒下的钱 她就是跟我就是有点都不好意思张嘴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嘛 然后毕竟想以后也一直在一起 就是想好好的 我觉得我就应该帮助她 支持她创业 而这也为了我们以后好 但是到后来再跟我要钱的时候 她就觉得我给她是应该的 不给她就是我的罪过一样 我错了是一样 你老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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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咱俩都在一起一年了 我打信仰是把你当一家人看待 我觉得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况且咱俩出去约会看影 也有好多是我花的钱 你觉得我在在乎我给你的钱吗 我在乎你对我的态度好吗 第一次给你那么多的时候 我说什么了吗 行 明白了 这个态度是第一次对钱的态度 看出了你对我的态度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对你态度不好的呀 还有就是就是有一次 我刚下班回到家挺累的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 说店里边刚来货 然后需要我去帮忙去给她搬 然后我二话没说 就直接跑到店里 然后去给她搬货 我刚一进门 她说哎 来了 把那些货还搬在仓库里 跟以前一样 就一点都不寒暄我 也不关心我 我说工作一天了 你累不累呀 然后又从家赶过来 要不要歇会喝点水 然后再去干活 然后让我去搬东西 然后她再跟别的男的在那聊天 还聊得特别开心 表演出那种状态 特别优雅 特别矜持 然后特别有女人味那种 就是她一开始 就是我特别喜欢她这样 但是后来她只对别人这样 对我根本不这样 那你也看到了吗 我又不是说跟她搁那儿吓聊 我是在谈工作上的事吧 顾客来店里买衣服 她是来送钱的 我肯定好态度对她嘛 聊天我忍了 那你为什么根本不管我 你跟她出去吃饭 你把我撂在店里 你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都想把搬到仓库里的货 再给你搬出 让你自己再搬回去 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我是想跟她出去吃饭 我跟她出去吃饭 还不是因为生意上的事 我还要给她陪着笑脸 说着好话 那你觉得我乐意啊 我还是不想着 有了她这些固定客户 然后以后更加多 对咱们服装店也好 对咱俩生活也好吗 可是你为什么就理解不了我呢 那个男的约她吃饭 她都痛快地答应了 就是我有时候约她吃饭 她都推辞我说店里忙 然后而且就是一开始 跟我在一起 她根本不这样 跟我出去吃饭 都一心把精力放在我的身上 当时表现得也特别优雅 就是有时候吃饭 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吃 都不敢大口吃 就生怕就影响在我心中的形象 那后来她变成什么样 来了之后 吃着饭 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 然后看电影也是 有的时候饭吃到一半 接着电话走了 把我自己撂倒了 而且我跟你说 就是她 哎呦 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说 你知道吗 跟我在一起吃饭 就在外面吃饭 打嗝 放屁 叭的嘴 根本就 哎呀 不特别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就我都想坐到她旁边 跟别人一样 用意样的眼光去看她 我都不想说 我认识她 那你是我最亲的人 我在你面前 还有必要这么遮遮掩掩掩的吗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我就是以这面目 就特别最真实的自我面对你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 你难道就喜欢那种 带着一张面具 跟演生活电视剧那样 那你跟我再 等一下 你们是坐包厢吗 不是 不是坐包厢 那灵桌的人可倒霉了 她那么夸张 我根本哪有那么大事 而且我觉得 也就跟刚才老师说的 在包厢里 或者我俩在家 他怎么样 我也不会说他 就是有时候跟我出去逛街 你说现在哪有女生 出去不化妆的呀 他出去不仅不化妆 有时候都不洗头 你知道吗 我长得有那么丑吗 素颜见不了人啊 哎呀大街上 头痒了 他算就挠挠挠挠 挠完了 头皮线就抠挠 完了就往开弹 哎呀 这种行为 别人看着特别不舒服 那你说这种小事 这很随意的 那痒上了就像挠一挠 那你那 那你没有的时候吗 我觉得你怎么老是把 就是一把那小事来扩大化 来扯到啊 你觉得我不在乎你的那种 那次我领他出去 跟我朋友吃饭 然后我朋友就调侃我 说哎 你带的不是上次那女的呀 我当时就挺生气的 我都开始我一段新的感情了 我带我新的对象 来跟你们见面吃饭 你们就这么说 让他怎么想呀 然后我觉得他还会特别不高兴 然后扯开别的话题 就是帮我圆这个场 然后他什么行为 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他嘻嘻哈哈的 坐到我朋友旁边 去八卦我的前女友 问我的之前的感情怎么样 好不在乎我的感受 他这种行为 我觉得让我朋友就认为 我对他就是特别无所谓 我朋友都感觉他特别不在乎 我让我也特别没面子 跟你朋友出去吃饭呢 因为那一件事提出来 我难道当时就跟你斤斤记啊 我大大方方处理这件事 不像你朋友觉得 就是你找了一个特别名市里的人吗 你脸上面子不更多吗 你怎么老是觉得 我不在乎你的那样 可是我心里其实在乎你啊 你为啥就感觉不到呢 我好好一点都没有感觉你在乎我 你就说那次出差吧 我出去一个多星期了 第二天要回去了 我给他打电话 我就说明天要回去了 几点几点 我就特别期待他说一句 那我去接你吧 他不说 然后那你不说我说吧 因为我想让你去接我呀 我说那你明天 能不能有时间去接我一下 他说那我安排安排吧 他就这样答应了 我也就挺高兴的 因为我觉得毕竟他愿意去接我 我觉得他也是 可能一个多星期了想见我了 然后下了飞机之后 人不见了 没有人 当时答应我接我 但是我下飞机根本看不见他 就找不找他了 那次是那样吗 那次他飞机晚点 我在那读读读等 还有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当时就接到一个电邻电话 就是说来东西得我去验货 挺着急的 我就想 我就立马又给他发了短信 他当时在飞机上 我打电话 他也可能接不到嘛 我就想 那我赶紧去处理那件事 处理完了 我再回来接他 那不一样吗 那你纠结那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那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你就是 只是像我这样 急切地想见到你 你如果要是特别想急切地见到我 帮我一个半小时 就算两个半小时 要是我的话 我也会等 反正就到现在 我就觉得 他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不把我当他男朋友 而且这么长时间了 就这一次美的钱 他又说我变了 不爱他了 我觉得他现在跟我在一起 都可能会有别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 继续不下去了 那你觉得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 就是图你的钱 你这样想我 原来你从来都没有说过这种话 你这么说 那我觉得特别心寒 问问啊 一共借给他多少钱 4万多吧 是吗女生 是 哦 他不借你钱 你很生气 是吧 我不是 我就觉得他 就故意不借给我 故意不借给我 因为我拿那个钱 我也是去投在服装店 我也没有去瞎花 给我自己花怎么样 因为我辛辛苦苦 一门心思 想从那上面多挣点钱 也不是想为我俩以后生活 条件会好一点嘛 嗯 所以他说要跟你分手 你是不是还挺委屈的 对啊 我觉得我做的挺正常 挺合理的 他就老是觉得 我不在乎他 你在乎他吗 我在乎他呀 但是你感觉不到是吧 一点看不出来 哎呀 男人发起忧怨来 比女人还忧怨啊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小伙子 你觉得他是不在乎你 还是由于性格大大咧咧 有些细节 在乎不到 我觉得是他不在乎我 如果要是他真的在乎我 他肯定会注意 其实我本来的性格 就是直来直往 大大咧咧的那种 就是想不到有些 他要求那些细节 他说的那些 我都就是 我在我脑子里 都想不着这些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啊 就是刚才讲到 这个所谓的客户 要求和你吃饭 你就走了这件事情 你有想到 你这样跟一个男客户 走了他心里不舒服吗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没有想到 对 其他我不知道 比如说什么机场接人 没接发短信 说我有事走 我觉得不算大事 也许粗线条 也许就当时工作 确实着急 但是这件事情 我可是真的觉得 你没有那么在乎他 你跟一个男客户 去吃饭了 男朋友还在旁边 至少可以邀请他一下吧 你邀请他一起去了吗 没有 那你考虑过他一个人 给你搬完东西 就在这儿了的感受吗 当时没有想 所以在这点上 我觉得 你没有那么在乎他 你喜欢他什么呀 现在还 因为他是我初恋 好多事情他都帮着我 而且我觉得他也是 真心对我好 真心爱我 而且我对他也是 就是真心喜欢他 喜欢他什么 就是他老老实实 从来也不像别人那样 那样花心 而且还一直帮助着我 一有事情 他肯定会第一时间 过来帮我 所以你很知道 他对你的好 对 由于这份 他对你的认真 踏实 所以真的 你有时候就想不到他 你可能在这个阶段 觉得爱情 没有你的事业 那么重要 这是往好了想 所以你没有那么在乎他 但是我特别担心的是 你亚科 就没有那么的爱他 所以才在很多细节上 不在乎他 人家说 女为悦己者融嘛 你们才是恋爱阶段 你就变成一个不是特别在意和他在一起外形的女孩 可见你心里对他没有多么在意 小伙子我想说的是 你要真的爱一个女孩 她化不化妆都是美的 尤其是她不化妆的时候 你应该认为她更美 因为那是真实的她 如果你只喜欢她优雅的时候 化着妆出门的时候 那你是虚荣 女朋友是用来给你面子上增光的 天才的 你觉得她素颜好看吗 我觉得 不好看 还可以 还可以为什么不能出门啊 素颜都漂亮 才叫真漂亮 我感觉她 就跟不尊重我一样 跟别人出去上班啊 工作啊 她都化妆 就跟我出去不化妆 毕竟我是她男朋友啊 但你有没有换个角度想啊 就是因为你是她的男朋友啊 所以她才把最放松 最自然的面都给你啊 每天化妆 见人应酬已经很累了 跟你在一起还要化妆啊 谁说女人 一定要化妆出门啊 所以我觉得你对她的喜欢 是真喜欢 但是掺杂了很多那种小男人的虚荣啊 好面子啊 实际上爱一个人 并不是她怎样对你 而是你怎样对她 所以我觉得你的爱也不纯粹 想想这个人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 想想我以后就是要牵着素颜的她 就是要看她随意任性在我面前 怎么丑 怎么拉她 能不能做得到 能不能去感受她的所有的感受 多在乎她一点 你能不能做到 如果做不到 咱冷静冷静 就可以寻找下一段恋情了 先放一放吧 我建议 谢谢 先问你问题啊 如果你说她都改了 还愿意跟她在一块吗 愿意 你们两个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大男子主义 嗯 你想找个小女孩 小鸟依人的 依恋着你 结果本来以为她是 结果没想到她是个女强人 她是一个在努力 让自我更加强大的一个女人 她不是你当初想的那个类型的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你是否能够接受一个女人 也可以自己去创业 甚至于她把主要的经历 甚至于以后结婚之后 主要的经历都放在事业上面 你愿不愿意做那个 支持她的人 就那么简单 对于你来说 我其实没有太多话跟你说 唯一一点 她纠结钱的事 你写一张欠条给她 不是男朋友就一定要支持你的 就这样 你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在自己的爱人面前 不拘小节 展示放松的自己 和纯粹恶心别人是两回事 我相信在座所有的男生 都不希望自己的爱人 在自己面前 天天抠鼻孔 搓脚丫子 即便是几十年的夫妻 你老这样也不舒服 你得照顾一下别人的审美 和一些卫生习惯 我倒不认为你是刻意而为之 只是你太不注意了 那么即便在自己的爱人面前 也是一样 两个人再好 他也不是一个人 他是独立的两个人 对不对 所以基本的卫生和习惯 还是要注意的 你说呢 对 我非常欢迎有些人 不要在自己爱人面前装 应该更自然 这并不代表你会有不好的卫生习惯 第二 经济方面有点融合得太早了 我曾经原来说过 如果做不到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就做不到你的是我的 我的是你的 结果就是你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这是不对的 很多事情如果你不记账 你不分清楚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最后混到一块 一共是多少呢 你看不清楚 你还只是他的女朋友 所以你无权去要求 他一定要在经济上赞助你 你明白吗 明白 其他的倒没什么 你就这孩子太不长心眼了 但是你有一个优点 你真的是无心的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你比他 更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你觉得这样把他的那些习惯 至于众目睽睽之前 对于他来说是多大的羞辱吗 你说呢 如果我在这个舞台上 我说你 上厕所不关门 天天扣鼻拱 你会难受吗 太不尊重人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一边在说他的同事 其实你自己并没有做到 如果一个女人在你面前太能装了 整天画得非常妖艳 你又会说这个女人太不真实了 所以说有需求的话 可以告诉对方 但是还是要欣赏对方最从容的美 你说呢 所以切记 以后在要求别人照顾自己审美的同时 也去保持一下对方 在大众面前的美 好吗 就这样 我觉得可能有的事也是我做的不对吧 我之前一直在挑他的毛病 没有想到我哪里做的不对 其实没什么 就是一习惯 没有什么对错 恋爱当中有什么对错 你们也没有做对不起对方的事情 对吧 没有吧 都没有 谈的时候都谈得挺认真的 也希望这个感情好 那就很简单 能不能接受 真实的她 能接受继续 不能接受就算了 这个真实的她 不仅仅是指她的容颜 她的性格 陆琪老师说的 她对事业的追求 能不能全盘接受 接受就开开心心的 不接受 早说出来早走也好 而钱上面我还是主张 都捋清楚吧 给她打个戒条 好了 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觉得我对你还是挺在乎的 你还记得那次给你过生日吗 我那么精心准备 你也特别感动 对不对 的确我的那些行为习惯 有可能是应该改一改 可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我是真的挺喜欢你 而且心里是在乎你的 而且我毕竟是 有可能是因为初恋 我不知道我的方式 有可能让你 就是我接受不了 毕竟你都谈过几次恋爱了 可是我是一个新手嘛 你必要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自己去改变 你说的那些 我也愿意去改变 我想请你好好想想 我不想跟你分 我也没说你有多大的毛病 可能只是这些生活的小习惯吧 如果你多在乎我一些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谢谢两位 请回来 好了 我们就看了这么一段恋情 来 请关门 男生觉得女生不太重视她的感受 我觉得这种交流方式 其实挺好的是 我不憋着 我觉得你不重视我的感受 我就告诉你 我们找一个地方来 听听大家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这种改变 其实是互相互动的一个结果 不是一个单方面 说谁改谁就要改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i know you 我们的小孩儿童有请 真矫情你 姑娘矫情一回啊 让它跪啊 我们要感谢 保湿乎乎领先品牌 要保湿一杯湿 纯的爱放心爱 一杯湿 纯净面膜 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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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亮灯吧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曲 谢谢两位 请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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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